而另外还要带你来看到是在去年单车环台风行台湾之后 高龄75岁的杰安特董事长刘金彪又有新的创举了 他将要在今年5月份骑自行车从北京骑到上海 去年杰安特老董刘金彪骑单车环台带动杰安特业绩 今年5月高龄75岁的刘金彪把单车之旅遗失对岸 他要从北京一路骑到上海 这趟长达1700公里的金户铁马行 5月9号启程要花20天时间越过河北山东江苏三省抵达上海 除了杰安特高层也广邀台湾车手加入行列 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透过这样自行车方面的话 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 相信不管是燃力 大陆那一边没有人会有意见的才对 单车交流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市场交流 刘金彪骑自家车登陆圆梦兼作产品行销 一举两得 中文新闻李文斌李嘉贤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 明镜与李嘉贤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